安语圈的老公陈荣恋 同时也是澳门第二大赌厅的行政总裁 因涉嫌洗钱和非法经营赌博 遭到澳门警方拘留 消息一出震惊整个演艺圈 对老公遭捕 安语圈也透过经纪公司低调表示 谢谢关心 一言私事不回应 而这次的事件也让公司股价一度狂跌 成为该股自2013年 在香港上市后 最大的盘中跌幅 尽管该澳门赌场有发出声明 指出此事件与陈先生个人事务有关 与本集团无关 试图切割成熔链 并认为这事件不会对集团日常经营 产生重大或是不利影响 但显然声明没有起任何作用 外界对于该赌厅还是充满怀疑 股票也一路狂跌 而赌厅也再次发出声明表示 成熔链已辞去公司所有职务 希望可以挽回公司的生育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